黃山講話都差不了太多 陳時中就差很多 喜歡非常少 二十七趴 不喜歡五十一趴 那你怎麼選 我不懂 五一半以上的人不不不不喜歡你 陳時中還說他的目標是要拿一半以上的選票 他說他說他的目標是一半 他要他要過半 而且一元全上 那以這個民調看起來 這個難度非常高 那另外呢 這個陳時中的第一個 就拿出那個免治馬桶 六十三趴的民眾是不支持的 只有二十趴的民眾是支持他的免治馬桶 很多人說你在家就裝起來 到公共場所張很多人是不用 很多人覺得公共場所 不太不太喜歡用免治馬桶 那另外呢細節就不講了 講到有噁心 那另外呢 這個到底是不是支持陳時中 就支持周易寇 那麼全體同意的二十六趴 不同意的五十三趴 每一間的二十趴 但是呢支持蔣萬安的裡面有五十趴同意 所以這也為什麼支持蔣萬安 這道理就很簡單 因為我支持蔣萬安 因為我其實在討厭這個周易寇 討厭陳時中 支持周易寇就是支持陳時中 我同意 所以至少有一半是支持的 但是呢支持陳時中只有五趴支持 大家也害怕 不是 五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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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五趴同意這樣的講法 那另外呢柯文哲的施政滿意度高不高 因為柯文哲的施政滿意度 也影響到黃珊珊 滿意只有三十九趴 不滿意四十五趴 所以柯文哲作為一個市長 顯然不滿意是高於滿意的 他自己應該好好的檢討 好好的檢討 翔龍怎麼看這個民調 賴清德也不要太自責 因為他他對陳時中的選情 其實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貌合神力是大家看得出來的 那那個要裝的也很困難 那你看到陳時中在和蘇貞昌 在喊凍蒜那種感覺 跟他舉酒杯的感覺是一樣 是有power的 是有熱情 是那種眼睛裡面是有光芒 但是當賴清德在牽他的時候 就是那種左手牽右手的感覺 就是沒有沒有沒有feel 很厭世目光投射在很遠的 那個不對焦的位置上面 只希望這一秒趕快就結束 那我覺得那種貌合神力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也不需要花太多功夫 頂多只是說事後 那如果陳時中真的敗北 那大家會有話講 就是說不是因為周一寇的關係 是賴清德的關係 那這黑鍋就背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所有你想要幫陳時中的 你就離他遠一點 免得太帶賽 最後你會變成被規則的原因 沒有必要 臺北市的這場的選舉 其實已經無關乎 無關乎就是說賴清德講了什麼什麼 那些其實都已經都定調了 而是當你蔡英文一定要把陳時中 一定要塞進臺北市 你就必須對這場選舉負責 他的差別只在於臺北市 但是終究是最關鍵的一個選戰的樞紐 你要扮演母雞的角色 那現在民進黨可能會非常辛苦的 就是說新北市也大敗 民調上面臺北市也大敗 在這兩個地方你都拉不動 你整個選戰的氣勢就是完完全全的 是在一個鬆垮垮的情況 那雖然這兩天的時間看起來 大家都還是很努力的到 到臺北市新北市 我覺得去努力的去拉臺這兩個人 可是那個沒有溫度 沒有溫度這件事情 這傷害幾乎已經是註定了 所以眼前 眼前唯一的希望就是王必勝了 人家名字取得好 就是我說實在 不管他是在做什麼 老實講就是行政院 每一個行政體系裡面的部會很多 但是我希望蔡英文總統 能夠獲得蘇丹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沒有很明確的規矩 可是有一些的專業部會 不應該在選舉的時候 抛頭露臉 這種像是醫療 像是防疫 這是行政特權 別人多講兩句都不行 你手上抓著行政特權的部會 你跟內政部不一樣啊 你抓著行政特權的部會呢 出來每天呢跟著 跟著你的前老闆在那邊跑 什麼東西啊 我說除了你的名字對 你其他都不對 你不能因為叫王必勝 聽起來爽 我就希望天天看到你 沒有這回事吧 就是到這個時候呢 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的行政部門 幾乎毫無規矩可言 為了勝選了 大家傾嘲而出 我能理解 可是總有一點分寸吧